Burr, I swear on God, you're on my book, shit, this shit so warm, baby Is that my, it's that my voice? Dripping like a Skitcher dress cool Full I'm on a full with Skitcher dress cool Skitcher Baby gonna Skitcher She funny with it She funny with it Cool Hello大家好,我是大吉恩,最近几年呢,动物系妆容一直都蛮火的,特别是猫系,所以今天的妆容灵感呢,就来自于我们猫系开山鼻祖 Janet,还有最近的小蕾猫,全姐全恩兵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素颜 一般般,路人丑,不太好看 再来看看我的妆后 这妆是一个甜蜡,甜褲,比较女团的风格,很有个性的妆 也特别符合最近几年的审美主流吧 适合蹦迪或派对年会的时候,画上那么一画,还蛮不一样的 妆容的重点,貌系给人的感觉都是 奶奶的,拽拽的 不是奶奶的,是奶奶的 奶爪表现在脸型,线条流畅 脸上肉肉的,没有太多的骨骼感 拽拽体现在眼睛,眼头尖尖的 特别的美 最后还有标志性的猫猫上调眼线 可以把我们这种无声垂眼 变得很好看的 很吊人又勾人的猫眼 如果你觉得这一块上调眼线很奇怪 或者是不懂得怎么去调整眼型的话 那这一期一定要看 上好了我收到直圈秀和Hello Kitty联名的圣诞限定系列 超级适合画这一次的猫猫妆 可以看出来Hello Kitty来到了2021年 也变得iPhone第一起来了 不管是配色还是风格上面都很暴闪 很甜的很party 底妆我直接用直圈秀的小方瓶 它的抗氧化能力在我所有的粉底液里面排第一 太牛了压根就不暗沉 把它和地妆喷雾混合在一起 就可以变成胶水底妆 你去蹦迪出油出汗都不太怕的 198000的刷毛55号刷来上妆 ODA经典款的那一版 但是这个是圣诞限定版特别的金贵 用它上妆好像是直春秀VIP的感觉 上妆很快 没有什么手法 你把它抹开就好 靠近看一下这个底妆 非常的好 非常的贴 显得你皮肤好好 上妆我们就用高光调整一下骨相 把面中比较凹的地方提亮 让它显得更饱满一点 手量多刺得上 妈妈他们的下巴都会比较圆 比较可爱 一头也很明显 还有眉弓提拉线 会显得脸紧致很多 像这个拇指说 把它在原地搓开 上妆再用气垫 把边缘弄均匀一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内眼角 因为我眼头是蒙骨折 所以用高光去把它打开 就会看起来眼睛开阔很多 最后再把我们这些黑眼圈 痘印给它去掉 把遮瑕放到最后一步 就不用担心它被蹭掉 不然就会做了无用功 低下头看起来黑眼圈的地方 直接拿着拇指刷去搓就好了 悦蜜的刷子它搓出来的效果越好 照上直显秀它55号刷 它很密 出来的妆效就可以很薄又很遮瑕 最后妆就现在这个样子 眉毛像Jenny还有全姐 它们都是那种自然微挑眉 有明显的眉峰 如果你不会画眉毛的话 那就把一张明星的照片 放在自己隔壁 然后去模仿它的动作 把眉毛1比1复刻到自己的脸上 这个切面很薄 所以可以画出那种一根一根的眉毛 这眉脸很好的一点是用了 有火配方 怎么画都不会结块 它的鼻心是硬的 不会枯成那鼻小心 也不容易重手 很适合新手画个自然的抹身眉 画好最后就是这个样子 有眉峰的自然眉形 可以在眉底线 眉峰下面再加重一点点 让人看到是从这边转过去的 鼻影呢 鼻头是最重要的 把鼻头结构先画出来 用这种小刷子 画一个核心鼻子 这里直接连一个横线 抬高我们的鼻子 这样鼻影刷把它们晕开 像鱼粉常规的把鼻影打出来 鼻头悄悄还可以在这里打一个很短 把眼窝这些都打出来 眉框底线 好了 这是最重要的眼影 用到我们的直称秀 圣诞限定的这一颗 红宝石泰德眼影盘 它是这种红金的配色 非常的大胆 每一套都是目前流行的那种女团色 很居进一有没有 像珠光浅沙和油乌巧克力 就会很日常 粉质挺暖落的 很好晕开 但是这几颗闪片色 就完全长在我的审美上 然后这个红色 它是一个偏光色 然后这个也是超好看 就是那种人间富贵花 然后最后这个暴闪亮片粉 它就是那种大亮片巨闪 像这个我觉得最好看的金属闪金 直接在眼皮上打底 太有那种阳光日落的光泽感 最后再用这个偏光红宝石 刷在我们的眼头和眼尾 很女团铁娜的颜色 这里有一个眼窝的苦度 给它往上一点 以后的地方微微上扬 会待会我们的猫眼眼线做一个铺垫 大概就是一个平行丝边形 再把这个偏光红宝石的颜色 运软到下眼瞼这里 增加猫咪那种艳势的感觉 最后用这个巧克力色 压一点点在眼尾和双眼皮褶的位置 加一下粉色珠光带来的抛感 这样子一加成眼睛就会有神很多 最后我们用这个人间富贵花 酒红闪金的颜色去画一条眼线 它带一点闪嘛 就会不一样很特别这个眼线 有那么一点点个性和叛逆 直接竖着去沾去 按着这里下眼睛的股度飞出去 但是像猫眼它们都是比较平直的嘛 所以这里往上的三角形 我们就要填的比较平一点 不用去管双眼皮褶 再画一个眼瞼下质 往下降一点 不用开飞 下眼瞼再沾一点这个棕色 给它弄得更有神一点 更细一点 眼球对下来的地方 可以做点涂一点点 这样子眼睛就会更圆 可以灵性地点一下 这个爆闪的闪片上去 让它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层次 正眼看的时候 这个爆闪平平无息 但是侧过脸的时候 哇 它的那个光啊 就会让你的脸睛好像 星星点灯一样 夹个睫毛 沾着假睫毛上去 假睫毛的眼尾 落到我们这一条 伪造的眼线上面 拉长调整这个眼形 这样子眼睛就会 从下垂变成上扬的 用睫毛到底 把两层睫毛涂起来 不要用睫毛膏 用睫毛膏就会太夸张了 你的睫毛 就清透了 中了用黑色的眼线胶笔 把下面这些分层 给它粘起来 这种眼线胶笔 它一个小小的眼头 因为眼距不是特别窄嘛 所以只需要在这里 蹭一蹭就可以 这个是圆不溜秋的 这个就已经打开了 下面的睫毛 站在你伪造的下眼睫那里 用假睫毛就不用担心 会运装这些情况 这时候单看眼睛 它是好看的 但是呢 放到全脸看 它其实有一点奇怪 因为眼线上扬呢 它就会把我们中停从这里 拉到了这里 就变长了 所以呢 就需要一个卧蚕 帮我们降低眼位 卧蚕的重色 放在眼睛的后半部分 会显得眼睛眉一点 之后呢 再连到眼头去 最后只要夹处理一下 整个眼睛的眼型 但这一块眼头 它就不太好看 把它弄得更往眼头的方向走 不要分叉了 看一下猫眼两边的对比 这边呢 无神 而且眼睛很小 这边呢 三倍放大 而且呢 因为这个上扬眼线和睫毛打开了 它就会剪得更有神 拿一个蜜糖色腮红 大范围的涂在面中 再拿一个扁一点的刷子 涂在鼻子 希望把突出的线条修掉就可以 弱化骨骼感 口红用的是这一支 限定新色蜜豆飞红 非常浓郁的一支暖调症红色 它们新出的圈感质地 也是很顺滑 秋冬都不会拔掉卡纹 运出去一点点 非常的性感 微微的光泽感也是一绝 毕竟咱们是一只高贵猫 这个颜色会显得很白很阳气 点两颗 魅一点的痣 那妆就这个样子 哇 好好看 我去看个头发 看展示吧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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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是 我说 我说 是 funny with it funny with it cool